HELLO 大家好 上次我已經跟大家分享了 在夏天要怎樣用粉底 以及怎樣用才能長久 相信我猜大家都已經選了 一個適合自己用的粉底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一個原味的底妝 遮瑕膏都很重要 究竟不同的瑕疵又應該要怎樣遮呢 市面上其實遮瑕產品有兩大類 包括有遮瑕膏和遮瑕液 遮瑕膏是給一些油性皮膚的朋友用的 而遮瑕液是給一些乾性肌膚的朋友用的 相信眼圈這個問題已經困擾了大家很久 也困擾了我很久 又會偏紅又會偏藍 究竟要怎樣選擇遮瑕產品才能遮瑕呢 如果你的眼圈的顏色是偏紅的話 最好選一隻接近你自己膚色的遮瑕產品 通常我會在眼底這三個位置畫三下 然後再用粉撥去印開它 印的時候最好就細細力 輕輕的 如果你的眼圈是偏紫藍色的話 我建議首先可以用一個偏橙色的遮瑕產品 我會在眼頭位置畫一筆 再在眼尾這個位置畫一筆 再用一個調色 這樣塗開它 然後我會再用接近自己膚色的遮瑕液 在眼底這三角位置 塗開它 其實眼圈最難處理的位置就是淚溝這個位置 我建議最好用一些帶我提亮的遮瑕產品 這樣就可以提亮眼底的膚色 亦都可以看上去濾溝沒有那麼明顯 這樣我就會畫在這個濾溝的位置上 畫涼筆 然後再塗開它 我建議在塗粉底之前 用一隻珊瑚色的遮瑕液 然後就點起雀斑位置上 然後再輕輕引輕它 塗完遮瑕液之後 再塗粉底 塗在面部上 畫三滑 然後再用這個 拿開它 最後一步 我會用碎粉去定妝 記住碎粉的時候 不要用掃的方式去上 用印壓的方式去上 這樣遮瑕產品就不會掃走 要塞了